請你幫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喝水能減肥 兩代觀念大不同 幫助代謝 但是你說可以減肥 我不覺得 其實我覺得 幫助減重是因為說 我們今天喝水下去 就是要騙過我們的胃 所以沒有那麼餓 我喝完水 我覺得好餓 更餓 可是妳這一代是這樣 好久不見 太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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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這個喝水 到底對減肥有沒有幫助 有耶 喝水對減肥是有幫助的 有喝冰水才可以確定 不能代謝 冰水啊 對 減肥知識一樓框 老觀念還正確嗎 瘦身傷身差很大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們說完有很多的方法 都是老得好 情人也是老得好 薑也是老得好 老得辣了 減肥更是古早的方法 聽說比較有效 真的嗎 不是日新月異 應該新的方法比較有效吧 那就不曉得了 所以今天我們幫大家 把很多減肥瘦身的老方法 稍微地整理一下 到底它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大家 用在自己身上 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來 先看第一個老方法 是什麼呢 就是減肥第一步 先不要運動 要先少吃 瘦下來之後再運動就可以了 先少吃 但是有點猶豫 對 應該是先少吃 因為我覺得應該 因為馬姐這輩子沒有胖過 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她根本就不用動 不用動 對不起 我在這邊講一個 很不禮貌的事情 因為我們家以前開錄影帶店的 以前錄影帶店有諸葛亮都在 那時候有秀場 對 所以我真的看過妳本人 你知道嗎 以前 看過本人喔 30歲 數影帶算了 30歲的時候 國軍英雄廣就看過了 國軍英雄廣 你真的講出國軍英雄廣 你的年紀也不小 她完全 真的國軍英雄廣 她完全沒變 對 肯定 真的好險 你是接這一句 嚇死我了 真的好險 而且馬姐 我這麼多年來 那個腿 身材保持的 以前就是美腿 長腿姐姐 到現在沒有胃 其實大家都誤會 認為我沒有胖過 其實我真的有胖過 對 就是因為我已經把我的減肥 變成一種習慣了 生活 所以大家就認為說 好像我不容易胖 其實我真的很容易胖 那我都會讓我自己少吃 就比如說有一陣子 我會比較放縱自己 吃得比較胖以後 我發現完蛋了 要開始減肥了 我就會開始 先少吃 比如說 但是我少吃 我不會說早餐不吃 或中餐不吃 或晚餐不吃 因為我都受不了 所以我會每一餐吃少一點 大概就吃個五分飽 本來平常一定吃八 九分飽 都吃五分飽 但是如果我們要先少吃 再來運動 那會不會沒有力 我現在吃的東西 跟以前其實沒什麼差 但是因為有年齡之後 你代謝變慢之後 我真的發現吃真的要先少 因為動不可能比年輕的時候 動得還激烈 對 真的 你以前可以跑10K 隨便跑10K玩沒感覺 再喝個水再跑 現在沒辦法 所以說你瘦之後 你的飲食有沒有 就是要照著你之前的飲食 要慢慢這樣持續下去 所以減肥是一輩子的事情 要減就一輩子 要嘛就一輩子不要減 聽起來是置業 我是以那個自身經驗來分享的 因為其實我最近有在瘋狂的運動 然後我的健身跟消職的老師 就跟我講說 你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吃東西 那我說不是少吃的原因 是因為少吃到底到量是什麼程度 可能很難拿捏 那當你熱量不夠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推動你那個減肥的 消耗熱量的能力 就是沒有那個動力 那所以你沒有動力的時候 你就算少吃 下一餐吃回來之後又胖回來 對 因為我以前也是用 節食的方法瘦身 然後身體就壞掉 就變成整個人很沒有精神 就是大家看我都說你最近怎麼了 怎麼氣色那麼差 所以後來就變成我都正常飲食 可是就是晚餐吃比較少 這個老方法由我來講最合適 你那麼年輕 對啊 其實我的年紀適合講老方法 不過我首先要跟馬姐致敬一下 你也在國軍的地方 所以你在國軍的地方 我們前場期待吧 前場期待 你還能看國歌嗎 致敬 致敬 為什麼要致敬 其實當年馬姐去露軍 有露露你沒聽的 不是 你知道嗎 有參加過你們的那個軍營 我們從小就是馬姐的粉絲 你知道嗎 對 好笑喔 真的假的 馬姐人要拜簽名會啦 真的假的 今天是講老方法 不是講老而已 真的不容易 太傷人了 因為她的形象跟我們 30年一模一樣 30年前 30年 不要強調30年 她就跟她以前 過去就好了 真的嗎 她以前是同心 同心 是小馬哥 一直開槍是不是 是不是之前就有過過節 也不是 只是要直接 要直接 來 這個答案是 缺海差 這個答案其實 減肥要這樣做是對的 你看這個題目 她是問說 是不是先控制飲食少吃 但是她沒有叫你不要運動 對 她是叫你少吃一段時間以後 再運動 瘦下來再運動 我簡單講就好了 其實我們減肥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熱量不平衡 導致肥胖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希望 把它逆轉過來 所以我們就希望 熱量先減少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問題 我少吃是對的 但是少吃了一段時間 新陳代謝會變差 對不對 根據醫學統計 大概六週以後 你新陳代謝就會下降了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要運動 因為藉由運動 再把新陳代謝提升起來 才會繼續達到減肥的效果 所以我先少吃六週 對 差不多六週 四到六週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減肥 那少吃的量是本來的幾成 一般來講 我們少吃不要吃到 不要少到說挨餓 三餐還是要游 對 三餐還是固定有吃 對不對 但是就像馬姐講的 從七分飽變成五分飽 或者是你把食物的量差不多 但是你換成高熱量的食物 換成低熱量的食物 那麼少吃的時候 還是可以動的對不對 對 當然還是可以動 對 但是你不要一下子 就做劇烈的運動 這個題目重點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講 有的人一開始就劇烈運動 去年就有一個大學生 他就這樣一直跑 結果跑了一個月以後 他腳跑不動了 腳痛了 為什麼 因為 就是太劇烈的運動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很重 一百公斤的體重 他就拚命跑 這樣很容易運動傷害的 所以記住 就是少吃一段時間再運動 不過醫養師 為什麼有的人他就 好 我已經少吃了 我還是瘦不下來 那哪裡做得不對 其實他的問題出在於少吃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減重的話 很多人把少吃這件事做錯了 其實確實是降低熱量 是減掉你原本吃的熱量 那減多少 通常我們在醫學上都是 先減500大卡 好 那先是減熱量 但是有些人把少吃改成什麼 少吃一餐 就會幾個狀況發生 變成說這兩餐它會變成說 飲食上的時間會一直往後延了 變成可能是中餐 晚餐 或是變成晚餐跟宵夜 那這時候其實還是會造成肥胖 第二個就是說兩餐 會變成說你這兩餐的熱量 你會太餓了 因為你原本都吃三餐 就你改成兩餐 你這兩餐加起來熱量 有可能比你之前吃三餐熱量更多 所以你的少吃 其實確實是要先把你的熱量減低 但是這個熱量減低 是要平均分配在這三餐 然後一天總熱量減低大概是500 加起來是500大卡 然後還有就是說少吃 不要把它放在就是說 變成剛剛提到的就是 你其實睡前 睡前兩個小時 我們也建議就是不要吃了 很多人會說我就少吃 那我一整天都不要吃 就到了要睡前 你會不會覺得好餓 餐餐的東西 減肥破功 對 所以他會覺得說 奇怪我就一整天沒吃 我頂多就是晚上吃一點點 為什麼會餓 因為餓了之後開始會吃 而且越晚會吃更油膩的東西 這時候你的體重雖然沒有飆得很快 可是你的體脂肪 你會發現一直直線往上升 所以如果500大卡 我每一餐大概也少個 每一樣食材少個一到兩口 其實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通常我們會建議 就是說以飯量來講的話 如果是晚上的話 大概是原本吃一碗飯的 晚上的澱粉稍微減少 那三餐的油脂 通常會減少大概是一小時的量 你原本你可能是炒青菜 那你這一道菜變成燙青菜 可是其他你還是會吃肉嘛 因為肉裡面還是有油脂 所以等於是把這個油脂是做一個減少 然後澱粉剛剛減少的油脂嘛 那蛋白質的部分 蛋白質的部分怎麼少500大卡 其實我們就轉換成低熱量的蛋白質 就是說選一些比較是白肉系列的 其實這個就有差了 比如說你選一些雞肉或魚 然後或者是說豆類 那你會發現其實你就可以少掉 這樣三個因素加起來 你就可以少掉500大卡 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其實我有幾個病人是這樣成功的 就是說它原來如果是一份 的份量全部都吃光對不對 它現在要減少 它做一個原則很簡單 就是留一些不要吃光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每次都會少掉 一兩百大卡的熱量 對 像我的朋友 他們說減肥有的時候不吃澱粉 所有澱粉都不吃 或者全部不吃肉 可是我覺得 你應該不健康嘛對不對 對 其實如果你不吃澱粉 你會發現你的油脂跟蛋白質 都會提高 因為你會餓 所以你相對 你會選擇比較油的東西 才會增加飽足感 女生每次選減肥 一開始一定都是選 真的不要吃 對 他們都覺得說運動是以後的事 可是男生剛好相反 男生都會來猛的 所以之前就 就一個人就是這樣 他就決心說一定要瘦下來 所以他一開始就下猛藥 去找健身教練 他教練明明跟他講說 你就比如說有氧做多久 什麼樣做 他就不覺得 我應該做越多越好 對不對 他就覺得既然來了 一天至少要兩個小時 給他泡在健身房 才會划算 然後就去 就去了之後呢 一開始覺得真的很不錯 因為覺得多有在流汗 汗也滴下來 然後覺得有點瘦 結果我告訴你 大概到第二個週的時候 他就開始覺得 膝蓋痛痛的 後來那個教練就說 他可能坐過頭了 就是教練不在的時候 他也坐 所以運動過量 再加上膝蓋的承受負擔太大 因為他本來很胖 所以結果本來膝蓋受傷 結果膝蓋受傷不能運動之後 他超級負胖的 因為一個人不能叮噹 結果馬上就長成原來的那個 所以重點在於說 很多男生在減重之前 如果他是一個大胖子的話 為什麼先建議瘦一下下 因為其實他們本來的膝蓋 就已經承受源 超過他可以負擔的能量 所以這個時候 運動本來就是要慎選的 所以他能做的款式 第一要很少 因為如果一旦選錯款式 一受傷 就那種 一身都會胖 為什麼 因為每次開始做都說 不行 我因為膝蓋受傷 所以我不能運動 對 所以這個飲食 我們還是要搞對它的步驟 順序 才能夠有效幫你往下降 再來減肥老方法第二個是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方法 三餐的飯前喝500CC的水 說可以增加代謝幫助減重 圈圈一半 一半 後面兩圈一差 妳也是一半嗎 沒中力 不知道 還不知道 好 馬姐 妳一半 我覺得可能可以幫助代謝 但是妳說可以減肥 我不覺得 就好像餐前喝湯 會不會是這樣的東西 電味 我發現還是要保持一下 我每次只要多喝 餐前多喝水 我那天一定消化不了 因為後來那個醫生說 我的胃不好 就說我都把胃液稀釋了 對 所以它會 它反而消化不好 沒辦法消化 對 沒辦法消化 然後我就容易脹氣這樣 所以它就叫我飯前不要喝水 讓我吃飽飯過後的兩個鐘頭 才可以喝水 再來喝水 對 其實我覺得 搬助減重是因為說 我們今天喝水下去 就是要騙過我們的胃 所以沒有那麼餓 飽了 飽了 對 我覺得我飽了 我飽了 我飽了 對 我喝完水 我覺得好餓 更餓 可是妳這一代是這樣 喝太坦了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你這樣不尊重前輩 我開玩笑 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在講我自己的錯覺 就是墊個胃 讓自己待會吃飯的時候 沒有那麼強烈的那個飢餓感 對 就不會猛吃 因為人在很餓的時候 你吃的那個量是很快的 會沒辦法控制 而且消化跟吸收也不會 會不好 沒錯 對 但是我覺得建議要 要喝溫水 要喝冰水 要喝溫水 對 喝溫水 餵一下 我的想法跟彥均哥差不多 就是因為可以幫助飽足感 可是我也是屬於胃不好的人 然後飯前如果太近的時候喝 其實真的會沒辦法消化 會覺得胃有點不是很舒服 可是為什麼我舉缺的原因是 我覺得 因為我早上起床 都有喝一杯溫水的習慣 然後喝完之後才吃早餐 我覺得我一天的飯量 最少的是早餐 最少 對 就是我的感受 是我一整天吃最少的那一餐 是早餐 所以是不是因為我有喝水 我不確定 所以我才說缺 但是正確解答是什麼呢 邱醫師 正確解答是錯 錯 連過兩題了 而且太厲害了吧 我真的有刺激 而且老方法你真的都知道 我想答對 你好厲害 這麼困難的問題 你都可以答對 對啊 你真的是太神了 所以你知道 經驗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你今天跟著你就是 所以不是老方法是經驗的 對 是嘛 減肥風降球 如果說空有年紀 沒有經驗 沒有腦子 是沒有用的 對 有美女對不對 外有福度 內有深度 是 外有福度 內有深度 好 來 其實這個題目比較特別 喝水其實對減肥是有幫助的 但是這個重點在於 其實喝水不是增加你的新陳代謝 我簡單講一下 其實新陳代謝 影響新陳代謝的原因很多 包括你的年齡 對不對 包括性別 包括體重 甚至體表面積 外界的溫度 有沒有挨餓 這個都有關係 對 但是沒有一項是跟喝水有關的 喝水如果真的要促進新陳代謝 只有國外做過一個研究 喝冰水才可以確定新陳代謝 什麼 冰水啊 對 因為國外的研究 他們發現說 如果我喝500度C 3度C的冰水 500CC 3度C的冰水 新陳代謝會 會短暫提升大概4.5% 大概維持60分鐘的時間 但是每個人體制不一樣 不適合喝的就不要勉強 對啊 那 太冰了吧 但是我回到 回到這個喝水 到底對減肥有沒有幫助 有耶 喝水對減肥是有幫助的 尤其是飯前喝 它有三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 你500CC的水喝下來以後 你肚子有點脹對不對 你會有點飽飽的感覺 這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你們知道嗎 你們剛剛都有提到 消化液被吸濕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要減肥 就是希望消化液被吸濕 為什麼 我們希望它的消化率 跟吸收率下降 你才能減肥 但是對健康來講 有些人有胃病的人 就比較不適合 對吧 第三個好處 當你這個食物被500CC的水 沖散了以後 它很容易從腸子 進到接近大腸的末端 就是小腸的末端 對 比較下去的快 你知道嗎 當我們的 發水道嘛 對 會走得快一點 你知道我們的食物分子 一旦到了小腸的末端 小腸末端有個感受器 它會知道說食物來了 它就會發出一個訊號告訴你 你吃多了 不要再吃了 就會有抑制食慾的感覺 有這樣子喔 對 這個有一個專業 所以搞定小腸就好了 對 這個叫做回腸煞車 你知道嗎 那一段腸叫回腸 回腸有一個煞車的功能 一旦它感受到你有食物進來 它就知道你吃很多了 所以就放出一個飽飽的感覺 叫你不要再吃 它有三個好處 所以它是可以減肥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要記住 如果我們為了養生 你隨時喝水 應該的對不對 對 如果為了減肥 一定要在餐前喝水 那喝茶可以嗎 喝茶一樣啊 一樣的意思啊 對 但是茶又進一步 稀釋消化的那個功能 所以 那睡覺來說應該會更好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餵食到蜜流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不舒服 那就要注意了 而且茶還會 抑制一些鐵質的吸收 對 所以不要每餐都這樣喝 對 那餐前這個水是冰 熱 都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溫度的問題 而是那個體積的問題 喝冰的也可以 喝冰的如果 外國研究冰的 我跟你講 是喔 那你們知道嗎 你們到日本 韓國去餐廳 一進去他們喝冰的 冰水 對 都冰水 超冰的 要熱水他還說沒有 對 美國也是 對 沒有熱水 對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台灣人比較怕冰水 所以可能你如果不想喝 就不要勉強這樣 對 所以喝完冰水去運動會很 可以 對 其實我們減肥在飯前倒是有三種東西 可以建議 剛剛水確實是一個建議的目標 那在飯前大概十幾分鐘 我們就可以喝500cc 那確實它是可以有飽足感 那除了水之外呢 第一個如果說你的湯頭 你這一餐的湯頭是屬於清淡的 那你沒有水其實也可以喝清湯 那後面兩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有蔬果汁的話 蔬果汁是蔬菜水果汁 那為什麼要有蔬果汁 因為其實蔬菜裡面有膳食纖維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讓你 先增加一點飽足感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還有水果 那水果有一點糖分 所以它會讓你的血糖 稍微上升一點點 比較不會讓你接下來大吃大喝 所以其實蔬果汁也是一個首選 但是一定要是蔬菜加水果 那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如果你也沒有蔬果汁 也沒有水 也沒有湯的話 其實你可以來一點水果 就是真的是吃水果 飯前吃水果 對 飯前吃水果 這時候你吃的水果要比較屬於 就是說 包含比如說像巴勒 奇異果 木瓜 小番茄 那它不會讓你就是說 因為你吃太甜的時候 血糖上升太快 又下降太快 你會更飢餓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纖維高一點也是增加飽足感 那你用啃的其實 就不用再太不方便的準備 所以吃一點像這樣子的水果 其實也可以讓你有飽足感 然後血糖稍微上升一點點 然後你後面的餐點 你就可以慢慢吃 其實也就可以幫助減肥 所以講清湯 濃湯不行 濃湯是怎麼樣 濃湯就是因為它的熱量的問題 像勾欠的 勾欠的 對 所以就是水 清湯 然後蔬果汁 再來就是吃 聚藍質纖維高的水果 外面買的瑤瑤 還有喝咖啡 這些也都不能對不對 對 其實都不太適合 好 接下來減肥老方法3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問題是 有氧運動就可以減肥 所以不必特別做無氧運動嗎 只要有氧運動就可以了嗎 來 圈叉 請選擇 是對的 圈圈叉 後面全部圈 艾亞救你叉 妳還年輕了 還在做無氧 對吧 我已經連錯兩題了 妳知道無氧是什麼嗎 我當然知道 我就有在譬如說重量訓練 無氧是一種 100公尺無氧 為什麼要逼 100公尺有氧 無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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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公尺無氧 100公尺是壞技術 100公尺是無氧 其實我教你們一個很簡單的 我真的好愛氧 根本不會分辨 有氧無氧 很多人真的 許老師還沒教到這個 我跟你講 但是教你們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個運動 你能不能 你懂嗎 因為跑100公尺時間很短 我是忽略了 你如果跑2分鐘的話 100公尺就是有氧 那如果我100公尺跑2 3分鐘 30分鐘就有氧 對 就是有氧 我就原地跑慢慢慢慢往前 這樣就算有氧 好 這個意思 這個我知道 好 我只是笨了點 對不起 因為我就是 可是我現在已經沒有信心 我以前做了兩題 就是我在運動的時候 我上的課都是那種 譬如說有TRX 或是有一些那種 Queen Feet 就是在短時間內瘦身的一些動作 那它中間都一定要包有氧運動 就是可能先暖完身之後 做了有氧後 開始做無氧的那個肌肉訓練 所以如果有只做有氧的話 你看起來似乎有瘦 可是肉還是會鬆鬆的 那你的尺寸就感覺沒有比較小 那你如果有做了那個無氧 練了開始肌肉比較緊實的時候 你就會看起來size小一號 所以我覺得要達到 所以必須要穿叉就對了 對 就是我去運動的時候 老師都說你不可以 比如說有的男生 錯誤的示範就是他只去健身房的時候 不做跑步那些的 他純粹只做舉重或幹嘛 他就不會瘦下來 因為他沒有做有氧 就會變很壯 對 就是要有氧跟無氧同時進行 就是都要做才有辦法減肥 了解 好 彥均 你也是在運動的人 其實我覺得有氧跟無氧 有氧是在練心肺 然後無氧我覺得是在塑身的 塑型的 比如說你做TRS 那種撐地板那種有沒有 那種然後快速 然後腳懸空這邊拉回來拉回去 我覺得那是無氧的 那有氧的話你慢慢跑 其實你的心肺 你運作到一個時候 它會開始去燃算你的熱量 然後讓你的水分排出 但無氧是不會做到健肥的 這是確定的 因為我以前練100公尺的 我瘦不是因為我做無氧 我瘦是因為我每天慢跑5000公尺 訓練 5000公尺慢跑完之後 再開始做無氧 無氧沒有辦法 一到健身房去以後就立刻 就沒辦法了 人會受傷了 不行這樣子 所以你認為就算沒有無氧 只有有氧 有氧也是可以 有氧是塑膠的 我也認為可以的 因為我 從來沒有做過無氧一種 所以你們都是做 有氧 他們都做有氧的 我只有有氧一種 感覺發現應該都是做真方達吧 是不是 你想要問 你怎麼又講那麼 無氧 很過世的嗎 真方達是誰 很久以前了 真方達 我怎麼遇到真方達 不知道 真方達是一個美國明星 做的 可能因為他已經快80歲了 像誰 像以前韓國很有名的 前一陣 鄭多彥 像鄭多彥那種 我從來沒有這樣跳過 超過10分鐘 真的 不行 所以我的運動 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我可能就是 要睡覺前抬抬腿 就抬腿 對 只有這些這麼簡單的 你那個也不叫 也不叫油氧嗎 那感覺過不無氧 那感覺 是這個人油氧也不是 抬腿是油氧 你那個感覺只有 只有在復健嗎 那是身材 你以身材運動而已 等一下 我想請問 抬腿是有氧還是無氧 抬腿算運動嗎 抬腿是無氧 抬腿不算無氧 抬腿不算有氧 抬腿是有氧 怎麼可能 抬腿只是一個姿勢而已 你心跳又沒有這樣 這樣講 如果你的抬腿是放上去 很快就下來 一分鐘還不會累對不對 這個就是有氧運動 可是如果把它舉起來 不要停 撐到這裡 一分鐘你就發抖了 這個就是無氧運動 我每天睡覺以前 我會坐 比如說我平常在家 我就會看電視 我就會這樣 我就這樣舉著 可是這個 會發抖 等一下會抖 對不對 這裡是你的 這個算無氧 不是 因為你舉一下 看你可能一下你就很累 你的肚子就很累 所以馬姐 你來說你沒有坐無氧 有啊 你有坐無氧 這是無氧 做無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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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輩子都不曉得 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是很隨性的 因為他覺得他心臟有跳比較快 所以他覺得是有氧運動 就我每天 可能在看電視我也這樣 對 就稍微坐一下坐一下 坐一下坐一下 對 她姐的腿 真的是很美 其實舊的觀念你們都對 就是說做有氧運動就可以了 但是從大概去年開始 新的觀念就進來了 就是說我們做 你知道脂肪要燃燒 一定要氧氣的 沒有氧氣脂肪沒有辦法燃燒 這樣了解嗎 所以為什麼說有氧運動 才能燃燒脂肪 就是這個道理 大概醫學上研究起來 有氧運動要做多久你知道嗎 20分鐘以上 持續的做 才會開始燃燒脂肪對不對 如果能夠超過30分鐘那更好 但是你知道嗎 有氧運動不能幫助你 提升新陳代謝率很多 為什麼 因為沒有肌肉量的增加 對 我們要讓你幫助就是說 你能夠新陳代謝變好 變成益瘦體質 一定要肌肉量要增加 所以要配合無氧 對 所以要配合無氧 無氧運動可以讓肌肉量增加 我終於大對比了吧 對… 你擊敗的大家 因為說是新觀念 應該說是徐老師的功勞 徐老師的功勞 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有氧跟無氧交相運用 對於健康 對於養生 長壽慢性病的減少會更有幫助 交叉運用是說 你一開始一定要先做有氧 沒有說誰先誰後 我舉個例 當然你要先做暖身 我舉個例 假設你要跑1000公尺的操場對不對 以前就是跑 就從頭跑到尾對吧 這就是有氧運動 但是現在你可以快跑100公尺 再慢跑 然後再快跑100公尺再慢跑 也OK 對 因為快跑的時候 就是無氧運動 慢跑又變成有氧運動 交叉運用 這樣燃燒指望效率更高 以前我們是操場400公尺 我們只要是彎道都是衝的 然後彎道用走的 直到就很衝的 對… 這樣子瘦很快 那這樣說起來 我不是沒有做過無氧運動 終於找到真相 對… 不過說什麼有氧運動做太多 肌肉消耗會過度 反而還容易胖 是這樣嗎 如果你們這樣看的話 所有馬拉松選手跟單車選手 都應該變大胖子才對 因為你會發現馬拉松他一次 一定跑很久 有氧 單車還發他要騎多久 所以他們會建議說 有氧運動最好不要超過一個鐘頭 一般來講你會發現 你去跑步機 或者去那個 他都會跟你講說 最好是30分鐘 他甚至會自己斷掉對不對 然後有些就是一個鐘頭 那事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 當你有氧運動 超過一個鐘頭以上的時候 他覺得他就跟無氧運動一樣 會造成你身體的一些氧化壓力 甚至一些 就是他們認為 這個氧化自由機 會有一些傷害身體的作用 所以他們會發現無氧運動的那種 比如說NBA籃球員在球技的時候 劇烈運動反而更容易感冒 就是這種情況是 你的身體免疫力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覺得過度劇烈的運動 也不能過量 或者有氧運動它害過時間長 它其實對你的身體的免疫 或什麼自由機的傷害是大的 可是不會讓你變肥 這是不會的 而且其實剛才邱醫師就有兩個 老實說20分鐘就有效 然後一般認為30分鐘效果 就已經CP值很高 為什麼 如果你能持續做30分鐘的有氧運動 讓你的心跳值達到 比如說依據你的年齡 可能120 130 140以下以上 持續30分鐘 他們發現是 它燃燒脂肪的效應 以前的研究是 可以持續6個鐘頭 所以為什麼它這樣CP值最高 我如果把它撐到30分鐘 它就開始持續這個代謝 好猛 對 所以才會說以前最好是30分鐘 那不要超過一個鐘頭 不是因為你做了一個鐘頭的時候 容易變胖 肌肉就會不見 了解 那雖然剛剛邱醫師有在講說 有氧跟無氧它的穿插 就隨你自由再搭配了 但是你認為呢 就一般來講 現在的建議是說 如果以減重的人來講 他會建議說你一開始減重 比如說第一個 這六週是不是先少吃對不對 少吃之後開始介入的是 有氧運動 先有氧 因為幫你燃燒脂肪 然後之後你再開始介入 無氧運動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 邱醫師在講要鍛鍊 益瘦體質 因為你已經把你脂肪燃燒了 可是你要維持 因為通常減重都會這樣 你一開始瘦得很快 然後突然間就這樣子 停滯期 所以停滯 撞強期的第一階段 我們就介入有氧運動 繼續讓你燃燒脂肪 再下去 然後又撞了 這個時候開始鍛鍊肌肉 因為它變成易瘦體質 它就可以維持吃很多 但是不容易胖 所以這樣子 至於剛剛邱醫師講說 你可以什麼有氧無氧間歇 這是最新流行的 叫間歇性運動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就騎飛輪 教練會告訴你說 這個時候請你 比如一開始 你可能把阻力調得很輕 然後我把那個轉速調得很高 可以有一段時間看說 你把那個阻力調很高 就幾乎騎到肌肉 快斷掉那一種 但是就一段時間 然後調回來 就用你在不同的運動裡面 自己調整它的模式 讓它有一段時間是有氧 有一段時間是無氧 他們認為這樣子是 目前認為減重的 CP值最高的運動 了解 可是哈銘哥 我覺得你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是飲食吧 要配合飲食 飲食要搭配 一直還沒有飲食 但第一名就是少吃 真的 所以除了運動之外 運動前後其實要搭配飲食 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對 其實因為你知道運動很辛苦 如果你吃錯東西 其實很容易破功 所以這邊其實有幫大家設計 就是運動前跟運動後的飲食 那這個為什麼要吃正餐 因為現在很多上班族 其實一下班就開始 就要想要去運動 那事實上呢 如果你一下班去運動完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更餓 而且有時候運動完之後 都已經可能10點 11點 你又吃完東西 都會大一點睡覺 那其實是不對的 說實在的 所以你要先去吃正餐 吃完正餐之後呢 如果是年輕人 大概休息個一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消化差不多了 就可以開始去做運動 那做完運動之後 如果真的很餓 那我們可以喝一點豆漿 或是一些比較牛奶的東西 蛋白質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做完運動 已經很晚了 我們就不要吃了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 做完運動吃 吸收率是增加 這是對的 可是是跟時間點要搭配的 那另外呢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吃一份的糖類運動前 比如說 如果說你真的 像有一些人 他真的在運動過程裡面 他會稍微覺得說 因為他要做有氧跟無氧 他的強度有一點強 那他真的運動完之後 會特別特別飢餓的這種人 我們反而在運動前的半個小時 會建議他吃 一份的碳水化合 一份就是很少的意思 不是要吃很多 所以有時候真的都愛吃 一份是很少 比如說像麵條 米 澱粉類 馬鈴薯 麵包 其實都是以碗來講 大概就是不超過半碗 不超過半碗 一口 半碗那個麵很少 對 是正餐 然後加上一份纖維 沒有 就是在運動前的時候 只能吃 如果這時候 如果你已經超過正餐時間 然後你運動前 你會發現你整個運動 都是很激烈的 那你在每次運動完之後 你就覺得好餓 或是運動的中間 你覺得很疲勞 那到時候你可以考慮一下 在運動前半個小時 真的可以吃一點點 可以吃一片吐司嗎 可以吃一片吐司 它也是屬於一份的澱粉 然後或者是半顆的蘋果 半顆的芭樂 其實都是 然後另外呢 其實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你怕你做有氧運動 或無氧運動完之後 其實你體內會產生一點 微量的自有機 這時候你反而可以在運動前 就先補一些 因為像維生素C 維生素E 這些 它吃進去之後 它可以在你體內停留 大概是5到6個小時 所以你吃完之後 剛好休息一下運動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在運動過程裡面 消滅這些自有機 所以你可以選擇 像剛剛的水果 你也可以選擇 維生素C跟維生素E高的 蔬菜水果都可以 像奇異果 芭樂 或是有一些蘋果 或是堅果類 那也不要太多 就是一小八 或是兩湯匙這樣子的量 所以這個是運動前 你可以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堅果都要拿桶的在剪 所以永遠你減肥都不會成功 就是這樣啊 就是忍不住嘛 然後運動 堅果吃一開始 那一小的那只是開胃菜 對啊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運動後之後才是你的關鍵 其實運動後就是要在半個小時 或最晚其實一個小時內 就要吃東西 這樣才是不容易肥胖 所以如果你運動完之後 剛好是 比如說是 7點 晚上7點好了 那你要吃 其實我們是可以吃的 因為你可能12點才睡覺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搭配 澱粉搭優質的蛋白質 那這時候反而 很多人講說運動完要吃蛋白質 對不對 其實主角不是蛋白質 主角是澱粉 其實是3比1的一個比例 對 主角是澱粉 因為你其實不管做有氧跟無氧 其實都會燃燒到你體內的肝糖 所以有時候你這個運動完會特別的疲勞 甚至於這個疲勞會影響到 你下一次的運動 就是會讓你覺得太疲勞 你可能就不運動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建議就是 在澱粉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迅速的補充你的能量 它不會轉變成脂肪 而且澱粉可以幫助 你的蛋白質的一個吸收率更高 所以其實反而 我們在最近的一些研究 包括體育系 我們在建議就是說 澱粉才是主要的 但是你要吃的是對的澱粉 你不能吃那種含糖的麵包 或者是說什麼餅乾蛋糕不是 不過你這個運動後 這個算正餐嗎 這個是如果說運動完之後 真的有點餓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吃 但是不要離 就是睡前兩個小時就不要吃了 其實有個原則是睡前兩個小時 OK 所以如果運動前吃過正餐 運動後不餓就不要吃 其實也沒有必要特別補充 因為你已經運動前吃正餐了 其實現在在國外的建議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減肥 你在用正餐前 大概兩個小時之內先去運動 為什麼 因為你先去運動以後 你肌肉的血量會增加 那這個時候這個效應 大概兩個小時之內還在 這個時候你就吃你的正餐 這個時候吸進來的葡萄糖 會跑到肌肉這邊去 肌肉會抓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把它抓到肌肉細胞當中 所以就比較不會跑到脂肪那邊去 合成脂肪了這樣了解嗎 對 所以這個時間點可以這樣來掌控 還有一點剛剛他講說 你們都以為說要健身要長肌肉 都一定要吃蛋白質 沒有錯 蛋白質是很重要 但是你們知道嗎 要刺激肌肉生長不是蛋白質 刺激肌肉生長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肌肉的拉扯運動對不對 第二個是 胰島素的刺激 胰島素的刺激再加上肌肉拉扯 肌肉才會 蛋白質會增生 所以吃糖分才會有胰島素啊 所以剛剛不是講說澱粉很重要 就這個道理 你要長肌肉其實應該要補充澱粉才對 但不是精緻的 對 對 對 不是精緻的 了解了 好 接下來減肥老方法第四個 好 我們來看第四個方法是 跳繩減肥可以瘦身 我覺得傷身 傷身 只有後面兩位牽其他 四位都是差的 對 如果吃很多 一隻跳繩 哪裡會瘦呢 對啊 不會啊 就像侯昌明 跳繩不會瘦 對啊 因為他吃很多 跳繩對的 很好例子 對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跳繩減肥 我覺得跳繩會 膝蓋會受傷對不對 對 而且如果很胖你這樣跳 剛才說的腳底也痛 你的膝蓋也痛 有在聽 傷害大 對 真的有在聽 所以我覺得傷害大於減肥 真的不是只有聽曾方達而已 其實全部都有聽 上次時候的題目有關於老 我這次要參加 就是要自禁 不要學了 觀眾都起立了 憲君 其實我以前是練跳遠的 這問我這才太對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人 就是我們體重這樣下來 承受的那個力量 是十倍以上 如果說我們70公斤的話 那是七八百公斤 破一千公斤 所以對膝蓋是非常非常傷的 尤其你年齡大的時候 你骨質疏瘦的時候 你跳的時候 其實 對啊 對 好恐怖喔 跳遠 你那個跳遠是很大的重力 可是跳繩減 跳繩減只是在原地 輕輕的這樣子而已 No 不是 而且那股層還是你膝蓋的傷 膝蓋傷 膝蓋傷 所以你認為它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不是好的 沒辦法縮身 我覺得 只會瘦膝蓋 可以縮身 沒有錯 可是對身體的傷害更大 我覺得得不償失 我換成中立好了 因為我原本覺得是對的 那我原本覺得是對的的時候 原因是 我之前有去打拳擊 然後打拳擊的時候 前面的暖身 老師都是帶那個跳繩 那他也有講過說 如果真的膝蓋不好的 你就原地那個 原地跑 因為跳的 對膝蓋的傷害的程度 會比跑步來的更多 可是他除了就是 心肺功能會馬上加速之外 我覺得他瘦身一定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運動 對啊 只是說光做他在家裡 你如果跳20下30下 那也不會減肥 就是要有一個量 對 也要有一個量 然後有配套 就像上一題 有氧配無氧可能更好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是中的 像三回旋 四回旋那種 那好難喔 花式嗎 沒有 因為三回旋 四回旋 那就是無氧了 對啊 因為有在 橫空摳住嘛 對 那是核心肌群要有力啊 無氧 其實你們講的都有道理啦 對 因為你們都 上回年紀了 怎麼 為什麼 怎麼這麼難啊 對 這個答案應該是 他說可以瘦身 答案是對的 對的 當然是對的嘛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你知道好 我們一個運動 每個小時消耗多少考量 跟你的體重有關係 對吧 你知道如果以60公斤的人來說 跳繩持續這樣跳 你知道半個小時 可以燃燒多少熱量 多少 390大卡 很棒 60公斤 比慢跑多了 比慢跑多多了 他近於快跑跟慢跑中間 慢跑你大概要跑個四五十分鐘 對 才大概有390 對 而且你的時速可能要到手 對 要10公米以上才有 還跟時速有關係 但是我想請問你們一件事 有誰跳繩可以連續跳30分鐘 沒有辦法 你幾乎找不到有誰 capabilities 沒有辦法 所以當我們跳踊的時候 跳起來再下去 你知道那個加在膝蓋 跟這個懷關節的重量有多少 大概是體重的3倍到5倍 那我舉例 假設你60公斤 你跳一次膝蓋瘦掉 180公斤的重量 那这样子反复做的话 其实次数一多 频率一高 你的膝盖会很大的复合 那如果膝盖本身是健康没有问题的 你也不建议做这个 没有 所以你讲到重点了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什么人来做 青春期以前的小朋友来做 为什么 青春期以前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不适合了 我们都没有 观众们这位看的吧 马姐还适合 我们都不能跳了 我们都不能看跳 对 因为它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有冲击吗 它对于膝盖有冲击 反高 但是对 半月板嘛 当它冲击了膝盖 是不是也连带冲击了这个肠骨 这也肠骨 你就是以前没有跳绳 对 肠骨一旦 你对什么 你怎么没有立场对呢 跟我一样 我以前不跳绳 突然就站出来比一比谁高 马姐 马姐 我请问你是以前常跳绳 小时候有啦 你看看 所以腿这么漂亮 这样讲除了跳绳 开合跳也是像跳 对 没错 所以打球也很好 打篮球啊 对不对 篮球 排球都非常好 就是因为跳跃运动刺激腿骨发育嘛 对 了解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跳跃的时候 当然会造成我们膝盖的沉重 可是之前就是有附近科医师 其实特别出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比慢跑跟跳绳来讲 事实上慢跑对膝盖的伤害比跳绳更大 没错 因为你慢跑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向上 向前 向下 对 示范一下 就是 对 来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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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跑啊 这是支撑嘛 对 这是缓冲 对 然后这要推蹬 对 所以说这三个动作很伤膝盖 对 因为它是一个 不是在同一个点上 它有一个劝聚的动作 所以它们认为减力的作用的话 对你膝盖的冲击是更大的 而膝盖如果跳绳你的正确跳法 照到你是两脚一起 对 你也可以示范一下 对 跳绳的动作两脚一起的 轻轻动作 就很单纯 对 它虽然跳效 可是它是两脚一起成 对 对 我跟一般 一般它有这个比较轻松的左脚 单脚换 对 单脚 可是事实上两脚换得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一脚 是不是我每次都是一只脚 所以也会是那个动作 对 可是我是两只脚一起 对 然后它是一个固定的 只有上下的动作 所以他们就会发现说 严肅健科医师的立场来讲 就是他 所以他觉得这样的动作 事实上比慢跑更不伤膝盖 对 所以说 如果与其如果你去慢跑 如果你真的有体力做跳绳 他觉得跳绳是很好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 为什么只觉得跳绳 我好像也伤到 因为他们不把跳绳当运动 所以第一 他们常常随便拿起来就跳了 有没有 然后就像刚才 我可能又用这样简厉跳法 所以事实上就是正确地跳 这样暖身 事实上 跳绳比慢跑更不伤膝盖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膝盖真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跳绳真的是一个 蛮好的减肥运动 因为它真的是 燃烧热量很足够 而且如果你这是正确地跳绳 就是像有一些人 他比较夸张 他是会这样一直跳 一直要跳 那种比较偏向无恙的 那就真的效果不好 因为第一个你不能持久 所以你的跳绳 其实就像刚刚淑婷姐讲 你除了姿势队之外 其实你是规律性地跳 那跳一段时间你可能超过15分钟的时候 15分钟之后你会觉得你有喘嘛 其实你就是在练所谓的 有氧的心肺功能 那我们现在运动其实不强调说 一定要做到50分钟一个小时 其实我们有一种叫做 分段式的运动 比如说你早上跳15分钟 你下午跳15分钟 晚上跳15分钟 那你还是有训练到心肺功能 那你也不会让自己跳到一半个小时之后 膝盖受伤 所以其实跳绳是有技巧的 而且他除了训练到心肺功能也有氧运动 他也可以注定血液循环 又可以长高 可是刚不是有讲说 要超过20到30分钟以上 才会有效燃烧脂肪 如果你的能力可以的话 其实我们通常刚开始会先脱水 然后再来就是燃烧的是所谓的糖分 然后再来就是后来才是 最后才是燃烧到脂肪 那如果你的燃烧脂肪是30分钟以后 可是如果你对一个 就是要减肥人体重又过重的 你一下子叫他要跳到30分钟以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要看看你的体重 跟你评估你的能力 所以跳绳刚开始 我们会建议大概是15分钟 分阶段式的跳是比较安全的 怎么跳绳 跳绳我们刚刚讲的结论是说 其实跳绳对于减肥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尽量要避免跳绳带来的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跳绳第一个要注意什么事情 第一个要穿鞋 为什么 穿鞋啊 对 不穿鞋打到很痛 你没被打过啊 有啊 有啊 对不对 穿鞋大家都会穿啊 但是有时候在家里真的是 拖鞋的时候你跳 真的是有时候会打到你的手脚趾头 那软底的鞋更好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运动之前一定要先暖身一下 不管是任何运动都一样嘛 对不对 你肢体先伸展伸展 活络起来再开始跳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像刚刚讲说 膝盖跟踝关节要避免受伤 一定要有个缓冲嘛 缓冲就是什么 你脚尖先着地 你不要平着着地或脚跟着地 这个大家都要知道对吧 对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燃烧脂肪 刚刚有提到要20分钟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们 现在医学上研究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运动 还不到20分钟的时候 先燃烧脂肪 有 就是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 那就举例来说 有一点竞赛 有一点比赛的意思 对 或者有一点害怕紧张的时候 恐怖 肾上腺素分泌 对 一边看恐怖 边一边跳绳这样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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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燃烧脂肪 常被吓的人就比较容易瘦 惊吓会让肾上腺素分泌 那肾上腺素经常分泌的人 他比较会有异瘦体质 躲在的那些人都好瘦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那一小会都不瘦 那个斗鱼筋是命的问题 因为我新闻波发现躲在的没有胖 对 还有就是回到刚刚最后一个点 就是说如果真的我们体重很重的人 或者是说刚刚膝关节 比较没那么好的人要记住 跳绳不是一个最好的运动 为什么 因为你最好是选择像游泳这种的 它可以有福利 帮你游泳 这种比较合适 饮食上也要搭配 对 其实跳绳 其实它主要重点前面两个讲过 就是不要精致糖跟要规律的饮食 但是它确实有一些技巧 因为你会发现 跳绳其实它会在前一个小时 不要喝那个含乳糖的东西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对牛奶 有那种乳糖不耐症的话 因为它其实容易有脏气 所以如果你真的 对 有些人跳绳跳 一半不觉得肚子很痛吗 对 它脏多了 所以其实容易脏气的东西 就是在跳绳之前就不要吃 牛奶或是有一些 有一些像十字花科的 其实它会发现 容易造成脏气 洋葱 花椰菜这些 所以你可以先避开 如果你跳绳的时候容易脏气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刚刚提到 跳绳还是多多少少 膝盖会不舒服 对不对 那膝盖其实呢 因为你知道吗 只要膝盖它产生不舒服发炎的话 其实你会就没有办法持续跳绳 所以你不能吃让膝盖就是发炎的东西 比如说关节发炎这种 比如说像是饱和脂肪酸 或是反思脂肪酸膏的食物 比如说像饼干 酥皮类的蛋糕 那这种其实会让你造成 你跳绳之后 你补充这些 会让你膝盖更不舒服 那你倒是可以在跳绳之后 喝一点点有基酸的蔬果汁 比如说像柳橙汁 橘子汁 这些苹果的 那它可以帮助你缓和 而且里面的类黄酮 其实也可以帮助你抗氧化 所以其实你在跳绳之后 是不能吃一些 我刚刚提到的酥皮类的东西 希望大家采取正硬的方法 我们让每一个人的体重 维持在一个标准时 身材都非常标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